好 國際話題要帶您來看到的是美國總統大選 候選人川普誓言要在邊境逐高牆來黨非法移民 結果方濟各就位教宗說話了 批他不是基督徒 教宗是結束了墨西哥訪問的時候 他在飛機上說了這段話 因為他當然不滿說你在美國墨西哥的邊境要逐那樣的圍牆 而事實上川普立刻回應說我就是個基督徒 教宗批評其他人的信仰非常的失禮 還說如果ISIS攻擊範地剛叫中 就會祈禱川普當上總統了 現在還幫川普計算說你真的要逐那個3200公里的長城 要花台幣3300億 不過講到恐怖攻擊 現在南韓非常緊張了 因為他們的情資顯示 北韓似乎要對他們的鬧區 甚至領導人發動恐怖攻擊 這是南韓的情資單位所掌握的 說北韓現在鎖定的目標 包括南韓政府高層脫背者 跟長期抗議北韓的活動者 在地鐵大型的商業賣場 交通繁雜的地方 可能就要發動恐怖攻擊了 好 另外提醒大家最新的消息是環保署宣布了 就在2021號 也就是這個週末 大家要注意冷氣團來的時候 這個境外污染物就會隨著大陸冷氣團 一起來到台灣會影響的 雖然還沒有到沙塵暴的等級 不過只要你呼吸到容易過敏 甚至容易氣喘的人 請你要多注意 戴口罩還是比較保險的了 好了 我們很多的訊息觀眾都會留言 我們當中會看到很多聯想力跟創意 我們來看看今天選出來的這個回答是 原來長榮集團也是四爺繼位 好 OK 這位觀眾我們要送給你 T台的小書包 希望你會喜歡 也謝謝您加入今天的戰勝大國民 下次同一時間晚上6點鐘 歡迎您繼續一起跟我們關心這門話題 拜拜 還有一位過程的 要請你按到下心 內的聲音 玩家 打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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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合 打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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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開